我覺得在好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夠丟下希望的樓梓 2019年,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香港人面對疫情、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還有誰想 媽媽說家人在哪,哪裏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那就是我香港人的網台 GG Channel 開麥 OK,看到這幅 兒子一堂 就是北約的會議 這次在7月搞的北約峰會 7月11號 就在立陶宛 立陶宛的首都 韋兒紐斯 Veneres 搞這個會議 這次是31個國家出席了 有些本身是成員國 有些是邀請出去出席這個會議 今天有幾件事要跟大家說 第一件事,當然大家很關注 就是烏克蘭能否進入北約 究竟北約這次有什麼說 有沒有針對中國的說話 有沒有針對俄烏戰的說法 有沒有什麼新的成員國加入 除了烏克蘭之外 其實烏克蘭也介入不了 等等等等 你問我,這個北約是得淡兆的 得淡兆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你看到這個北約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是廢的 北約當初成立就是對抗蘇聯 或者俄羅斯之後 但你看到俄羅斯這樣入侵烏克蘭 基本上北約什麼都做不到 但是沒辦法 這些國際經歷過幾十年的太平盛勢 這些組織全部都變成左膠化了 德國說字 好了 看看這次說什麼 這次的聯合公佈 不斷說中國 不斷說中國 德國說也比不說 這次 這份聲明有322個字提及中國 上年只有300個字 前年只有200多個字 就是說重視中國再多很多 說中國是一個體制性的威脅 中國的威逼性政策 ambitious and cohesive policy 這個又有野心 又有侵略性威逼性的政策 挑戰北約的價值 第一 第二 第二 深化與俄羅斯的關係 第三 威脅台灣 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設施的興建 這三樣東西 其實都幾 幾應的重點 現在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看來 第一 你挑戰現有所有國際秩序的價值 之前有網友補充了 說關於修正主義這件事 不要管什麼主義 總之中國覺得 我們中國國體來 所以你們看我不順眼 現在這些國家就說 你在挑戰他們的制度 價值和秩序 這是第一 第二 俄羅斯基本上已經有過街老鼠 一個聯合國的通緝戰犯 發動戰爭罪行 而你和俄羅斯就越走越近 雖然現在中國就開始想買兩邊 但是你這個時候才買兩邊 會不會遲了一些呢 第三 你正在威脅台海、台灣安全 這三個就是重點 那我就繼續說 有什麼實質的 準確一點的範圍呢 就是 所有的北約盟國 現在面臨著中國不對稱的威脅 包括互聯網 中俄的黑客就出了名 太空科技 混合戰 惡意用的新興的破壞性科技 中國就以北約的一些盟國為目標 傷害了盟國的安全 北約認為 中國尋求一些關鍵科技產業 基礎設施 戰略性的原材料 以及供應鏈 利用一些經濟力量 造成其他國家要靠你 依賴你 強化它的影響力 然後推翻現有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個rule based order 再跟著 你中國 用民用做一個煙幕 其實擴充這個軍事 包括一些核武的生產 亦都影響了國際禁止核擴散條款的目的 最後 你和俄羅斯 深化這個戰略性的夥伴關係 破壞國際秩序 和北約價值的背道而馳 你又拒絕譴責俄羅斯 你又威脅台灣 還要搞核現代化 又缺乏透明度 總之就是衰得沒有朋友 問題就是你做什麼呢 是沒有事情可以做的 所以說北約是一個廢柴聯盟 就叫廢柴聯盟 沒有事情可以做 說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中國 有什麼回應 中國是馬上回應的 你11日開會 11日出聲明 我就11日有了聲明 中國駐歐盟代表出了聲明 第一 他還不是外交部 我估計外交部 可能還在觀察中 可能等你再有什麼說 說完之後 我再埋味再借多你一鎊 也不出奇 中國就說 堅決反對這個北約就動準 中國就堅定維持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陰學 麻煩你 唉 剩下銅鍵 題外話 因為現在的環境聲很吵 我又沒有帶衣蜂 說話很用力 先喝多一口 其實銅鍵是幫我很多的 不過我又懶得衝 有時候 好了 聲明就說 任何危害中國合法權益的行為 都會得到 堅決的回應 那有什麼回應呢 是沒有回應的 是嗎 我的回應就是我會堅決回應 那 合理的為什麼 因為北約都只有把口說 你北約都只有把口說 那我就只有把口說 對不對 大家都是口說口賠 講一下有什麼實質的事情發生了 大家最關注了 究竟烏克蘭 什麼時候進去呢 那 扎林斯基 扎林斯基 去到 立陶縣 就受到英雄式的歡迎 英雄式的歡迎 那我就 你發覺現在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這個世界好像不太理會 你的烏烏戰 只有把口說 對不對 因為人是這樣的 大哥 你又好像搞定 是不是 我又沒有理由出兵幫你 口說口賠 就出錢 出軍備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最尷尬 就是你烏烏戰 好像又不好影響到我 是不是 還有大家現在都只顧著 處理自己的經濟復甦 通脹 是不是 都不得人理會 那你怎麼辦呢 扎林斯基 在外交舞台方面 沒有辦法 要爭取曝光和擦存在感 都非常重要 去到這個峰會 扎林斯基很早就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 你告訴我 總之什麼時候可以加入 怎樣能夠加入 你說什麼都口說口賠完全無用 所以 扎林斯基 在北約的聲明那裡 有沒有說烏克蘭呢 當然有烏克蘭 說什麼呢 說得很好聽 就是 Ukraine's future in NATO 烏克蘭的未來就是北約 嘩 說得很好聽 總之就怎樣了 總之呢 烏克蘭一定會入到北約 那什麼時候加入呢 有什麼要求加入呢 完全沒有時間表 扎林斯基出了一個Twitter 很生氣 很生氣 他就說 我今天來到這裡 是懷著一個信心 對夥伴的信任 希望得到一個確定性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公民市民都希望得到的 他說現在就是無論 你提出入烏克蘭入北約的時間表 完全沒有定案 喂 這個是ridiculous 北約會令到烏克蘭更加安全 而烏克蘭也都令到北約更加強大 我們 你看看 英文字眼還寫得更好 我們 我們想要一個 confidence in the decisions that we deserve 喂 我們要求 一個肯定 是吧 all of us deserve 我們所謂的戰士 市民 阿媽 小朋友 期待的 and is that too much to expect 我們要求太高 即正是反抬 我是非常贊成的 因為 喂 大哥 澤連司機是有光 現在在整個世界上最有光環的人物之一 他去到哪一個平台呢 那個平台都會有光環 但是他很聰明 如果我只是出去威威吃雞的話 我什麼都拗不了 我回去 大哥 你的市民在流血抵抗 你出去威威吃雞 所以每一次 澤連司機出去都是拗東西回來的 那麼 這個很重要 令到一些士兵市民都覺得 這個總統 不只是出去威威吃雞 是真的幫我們回去拗東西 他拗 去德國 他拗 所以那時候忍辱負重 我覺得很厲害 當馬克松 馬克松去中共 乃屎的時候 回來之後 澤連司機都要跟你攬頭攬頸 就是拗你的武器 坦克車 戰機 軍備 什麼都拿過來 這次去北約 北約你拗 你不會拗到武器 你只是拗到入北約 你這樣也不讓我叫他過來 你玩我 你當我有空 所以當然是先翻桌 就是很應該的 其實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Twitter的話 就追蹤一下 這個澤連司機 小爆這個NATO 其實不知所謂 這件事 說到國際能源總署 國際能源總署 IEA 就表示石油需求會創歷史新高 去到一億二百萬桶 但是就下調了需求成長的預測 就是需求上升 但是呢 成長就放滿 這樣就廢話 這樣就廢話 仍然看好 中國會佔需求成長三分之二以上 但是對國際油價沒有什麼關係 再說一次 中國只是買俄羅斯油 不過好笑 好笑 原來俄羅斯 中國買俄羅斯油 買很多 因為俄羅斯的國際收入跌了很多 結果怎麼辦呢 他要賣人民幣 原來他每個月賣幾十億美金的人民幣 這就完全解釋到 為什麼人仔之前會這樣 變成7.3 不過這次很厲害 這次升到1,000多點 第一 藉著美金回源 那究竟 如果美金站穩了的話 人仔還能不能升呢 這是我們就提醒的 我不敢包帽 我不敢說的 第一件事 因為人仔是自己操控的 第二就是 他可能會出一些財政政策 或者是 救市政策會刺激人民幣 這兩個因素我都不知道 但是人仔升值 其實對中國 出口可能會更大打擊 這個因素也會留意 這樣 好了 接著就 講一下 國際形勢 這宗新聞我是未詳細看完 因為昨天才發出 但是可以給大家一些headlines 就是德國出了第一份 中國戰略 這是很大的事 這個是中國的政 不是 中國 德國 這個是德國政府 一個聯合政府 你知道它是三個政黨的聯合政府 出了這個 這是代表德國對於中國的策略 64頁 叫中國戰略文件 通過了 簡單來說 第一 會調整出口管制 降低對中國經濟依賴 所謂的繼續去風險化 叫做繼續de-risk 這樣 不過這樣 也提及到 很多的德國大廠 都很依賴中國市場 譬如說 那堆什麼東西 什麼Benz BMW 福士 巴斯夫 全部 甚至增加中國的投資 這樣 我看法就是 人 人 是會重複犯錯的 我又很記得 當時特朗普 記得嗎 跟德國政府談的時候 他說 你這樣依賴俄羅斯 經常說你很適合 他不是被德國人恥笑的 是不是 你不要以為他適合過一次 他不會再適合 人是經常再適合 為什麼 因為要承認錯誤 和改變很難 他依賴中國市場這麼久 你要轉他轉不到 是不是 這些老化 老化的品牌 你想想現在這個世界上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Benz BMW 一走出來 都殺了 現在不是最近的 Tesla 或者其他電動車 日本車都要回頭 沒有辦法 你整個德國就是老化 首舊 傳統 是不是 那沒事的 你就再拿一次 你再拿一次 中國疫情 再拿第二次俄羅斯 你還想再拿一次 就讓你再拿一次 你再拿一次之後 你就知道不到 你死死地氣 就要de-risk 我相信 這個讓我再把報告 然後可能我會在Patreon那裡再出一集 出一集節目 這樣 到沒了 你 到不見到